冰敦敦老爸说自己都没想到 为啥人人都爱冰敦敦 一只朴风的熊猫 加了一个冰壳 摇身一变成为冰敦敦 给全世界winner的包包 你买到冰敦敦了吗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 这几乎成了中国人最常用的一句春节问候 不仅如此 连国外的冬奥商品特许店 也面临着一上下级兽性的态势 冰敦敦迅速走红 成为名副其实的顶流 收获了全球一大批忠实粉丝 这让北京冬奥会吉祥物设计团队始料不及 其团队负责人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曹雪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料到冰敦敦能让大家喜爱 但没想到会这么火 早知道 我也去对一批送给亲朋好友 记者在曹雪办公室 惊喜地发现了多款敦敦 但是曹雪唯一把盲盒抽到的隐藏款敦敦藏起来了 作为一种文化元素 为什么选择熊猫 曹雪坦言 目的很明确 跟西方人沟通 既要让他们看得懂 又必须喜闻乐见 这次 冰敦敦与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熊猫 历届奥运会的吉祥物不一样 因为它多了个冰壳 既好看又好玩 所有人都不觉得冰敦敦有个冰壳拢冰冰 它是很温暖的 冰晶外壳不影响它传递温暖 从盼盼福娃到冰敦敦 是传承 也是创新 这只来自岭南广州的冰雪熊猫 欢厚可爱的形象背后 凝聚了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团队的创新巧思 没有见过冰雪的孩子 反倒可能对冰雪运动和冰雪 有着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用冰壳为熊猫穿上外衣 融入国家塑滑馆的冰丝带元素 于是一只酷似航天员 带有未来感的吉祥物便诞生了 可以说冰敦敦的出圈 展现了全世界对设计团队创作的高度认可 没人可以拒绝冰敦敦 一敦难求 冰敦敦引发抢购热潮 大众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冬奥会的支持 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冰敦敦以卡门出场 实力冲上热搜 开幕式上冰敦敦带50队登场 瞬间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 如今冰敦敦的所有周边被一扫而空 一户一吨的呼声仍然很高 此前北京冬奥组委发言人赵卫东回应 最近很多人问我冰敦敦去哪里买 我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北京冬奥会的热度 也反映了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他承诺在瞬间爆发的热度面前 正在协调加大冰敦敦的供应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 冬奥会特许商品旗舰店排长龙的盛况上的热搜 一位市民在深夜一点出发 从北京大兴区骑电动车来此排队 失小时候如愿以偿买到了一个冰敦敦 他开心的说排队很累 但满足了孩子的心愿 摩纳哥阿尔贝亲王在收到一个面宿冰敦敦后 请求工作人员帮他再做一个 阿尔贝亲王说 因为他有一对龙凤胎 如果只带回去一个冰敦敦 就不好交代了 后来他如愿以偿带回一对可爱的冰敦敦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短片未来的冠军中 一岁萌娃贝贝在将近零下20摄氏度拍摄 没有哭闹 害怕何切场 学场因为他出色的滑雪表现 专门在贝贝生日那天 送给他一个冰敦敦 2月7日晚 2022女卒亚洲杯冠军 中国女卒在回国的飞机上 队长王珊珊提出 全队都很喜欢冰敦敦 能不能给他们都送一个冰敦敦 真是史上最可爱的太萌了心都被融化 So cool 冰敦敦的魅力 折服了全球的参赛选手和赛事记者 2月8日 站在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最高领奖台的谷爱玲 高高举起了冰敦敦 而袁紫薇已经三天两斤 拿下了两个金颠冰敦敦 有一次 五大竞在赛后接受采访 还帮冰敦敦找镜头 17岁小将苏一鸣表达了对冰敦敦的血爱 我看中国短道速滑队时就特别羡慕 今天真的拿到了 我在领奖台上看得他好半天 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表现 赢得更多的冰敦敦 在短道速滑混合接力赛中 匈牙利运动员刘少林收获一枚铜牌 喜提金色冰敦敦 他说 我有一颗三岁的妹妹 到时候再赢一颗的话我给她 这个我个不给她 让网友直呼 只要进入冬奥前三名 都有专属定制的冰敦敦 设计团队透露 这个可是专门给运动员定制 碎寒三游版的冰敦敦 记者了解到 有外媒开设专题介绍冰敦敦 充满魅力的笑容 敦是可爱的身姿 这只熊猫将在数周之内 作为冬奥会吉祥物活跃在北京街头 还有日本记者更是把自己改名为一敦敦 直接把斩获的冰敦敦寄回日本 直播开箱引发热议 在闭环内的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除了紧张的赛事报道 也不忘拍播向读者及时回报冰敦敦的抢购进展 时隔14年 奥运会又回到北京 全世界再一次将目光聚焦中国 此刻的中国 用憨态可居的冰敦敦 传递着中国人对冬奥盛会的热情 表达着中国人独有的冰雪浪漫 全球疫情之下 一场冰雪之约如期而至 中国创造非凡 探索未来的自信 传递着友好的信号 大家因冰敦敦更加血爱冰雪运动 更加关注奥林匹克精神 无国界无差别的真爱好疯狂 我们不枉为敦你一场